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们在听到为什么程序员总是混淆圣诞节和万圣节 时是因为October 30 and Debt 25 这是程序员的幽默 October是8进制 Debt是10进制 而I的幽默感主要依赖于大量的数据和模式识别 他通过分析成千上万的笑话 找出其中的结构和元素 然后尝试生成新的笑话 就像一个厨师在研究食谱最后创造出一种新的菜肴 只不过有时候这些新菜可能会让人捧腹大笑 也可能让人感到这是什么鬼 陡趣的是 I生成的笑话 有时会因为缺乏人类的情感和文化背景 而显得格外冷漠 比如I可能会说 为什么计算机总是冷 因为它们有很多缓存 那类笑话虽然有点冷 但也让人忍惧不羁 在某次实验中 研究人员让I生成笑话 结果它竟然生成了一系列关于数据的笑话 比如我对数据的爱就像对我的代码一样 永远不会出错 这样人不禁想数据和代码之间的爱情故事 真是个值得拍成电影的题材 当然I的幽默感也在不断进化 随着技术的发展 I不仅能生成笑话 还能根据观众的反应进行调整 想象一下 未来的I喜剧演员在舞台上 看到观众的反应后 迅速调整自己的表演风格 甚至能根据观众的笑声来判断哪个笑话 更受欢迎 这简直是笑声的实时数据分析 总之 I虚拟笑话大师 不仅是数据中的幽默编织者 更是未来喜剧的潜在革命者 虽然他的笑话 有时会让人哭笑不得 但正是这种不完美 才让我们在科技的世界中 找到了人性化的一面 毕竟谁不喜欢在严肃的生活中 偶尔被一条冷笑话逗乐呢 接下来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I虚拟侦察员 数据中的隐秘间谍 前行无踪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 又充满科技感的话题 I虚拟侦察员 数据中的隐秘间谍 前行无踪 听起来是不是像是 某部科幻电影的标题 其实这个话题比你想象的 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首先 什么是I虚拟侦察员 简单来说 他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分析和挖掘大量数据 以发现潜在的模式和趋势 想象一下是一个无形的侦探潜伏在数据的海洋中 寻找那些不易察觉的线索 他的工作方式就像是福尔摩斯 但没有那顶标志性的帽子和烟斗 在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 I虚拟侦察员的应用无处不在 比如在金融领域 他可以监测交易数据 识别出可疑的洗钱活动 在网络安全中 他能够实时分析流量 发现潜在的网络攻击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 他可以追踪用户行为 预测流行趋势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不过别忘了 I也有他的幽默感 有一次 一位数据科学家 在使用网I分析社交媒体数据时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趋势 原来某个小镇的居民 在晚上十点钟时 频繁地发布 关于如何制作完美的巧克力蛋糕的帖子 经过深入分析 I发现这个小镇的居民 其实是在进行一种 巧克力蛋糕挑战 每个人都想在社交媒体上 展示自己的烘焙技巧 于是数据科学家 忍不住调侃道 看来 I不仅是数据的侦察员 还是社交媒体的甜品侦探 当然 I虚拟侦察员的潜力 不仅限于此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 在医疗领域进行疾病预测 甚至在环境保护中 监测野生动物的活动 想象一下 I要像是一个隐形的环保侦探 默默地为地球的未来贡献力量 然而 随着I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也要警惕 秦在的风险 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如何在享受 I来的便利的同时 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 成为了一个 亟待解决的难题 就像一位老教授 曾经说过的 在数据的海洋中 隐私就像一条小鱼 游得再快 也难免被捕捉 总之 I虚拟侦察员 是一个充满潜力的领域 它在数据中前行无踪 揭示着我们未曾察觉的秘密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 能够善用这些技术 同时也要保持对数据隐私的警惕 毕竟 谁都不想成为自己数据中的隐秘间谍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I虚拟魔术师 用算法试展数据的奇幻魔法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I虚拟魔术师 用算法试展数据的奇幻魔法 听起来是不是像是某个科幻电影的标题 其实这个话题不仅仅是科幻 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悄然发生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有一个虚拟魔术师 它的名字叫 它不仅会变出兔子 还能从帽子里变出数据洞察 二哥的魔法来自于算法 而这些算法就像是魔法咒语 能够将看似无序的数据 转化为有意义的信息 数据的魔法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数据就像是魔法师的魔法杖 你可能会问 数据有什么魔力 好吧 想象一下 你在网上购物 突然收到了一条个性化的推荐信息 嘿 你可能会喜欢这款新出的咖啡机 这就是二哥在施展他的魔法 通过分析你的购买历史和浏览习惯 预测出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算法的幽默 当然 算法并不是完美的 有时候 二哥的魔法会出错 比如有一天 他可能会把你推荐 给一款适合养猫的沙发 而你其实是个对猫过敏的狗迷 这时候你就会想 二哥 你的魔法是不是喝多了咖啡 这就是算法的幽默之处 他们有时会让我们捧腹大笑 甚至感到无奈 把爱的未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 二哥的魔法只会越来越强大 讲象一下 未来的虚拟魔术师 不仅能分析数据 还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与我们进行对话 甚至能在 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给出最合适的建议 就像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助手 时刻准备为我们施展他的魔法 结果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爱虚拟魔术师阿尔哥的故事告诉我们 数据和算法的结合 就像是魔法与现实的交汇 它们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记住 虽然阿尔哥的魔法有时会出错 但这正是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乐趣的原因之一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能够像阿尔哥一样善用数据的魔法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幻故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几个有趣的主题 同外爱虚拟笑话大师 到爱虚拟侦察员 再到爱虚拟魔术师 每一个主题都展示了 爱在我们生活中潜在的影响 以及它所带来的幽默和便利 总结一下 我们发现爱幽默感 虽然有时会让人捧腹大笑 但也可能因为缺乏人类情感 而显得冷卧 而爱虚拟侦察员 则向隐形的侦探潜伏在数据中 帮助我们发现潜在的趋势和隐秘 而最后 爱虚拟魔术师 则通过算法施展出数据的奇幻魔法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便利 深入分析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爱爱在某些方面 表现得相当出色 但它仍然不完美 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喜剧演员 偶尔会说出让人捧腹的冷笑话 或者像一位新手侦探 有时会错过一些显而易见的线索 而在算法的应用中 虽然能带来个性化的推荐 但也可能会出现 令人哭笑不得的推荐错误 但这个丰富多彩的爱世界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参与者 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或者提问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有趣的话题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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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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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